来到股东前朝进步的一个盘面重点解析 进步分析请要到现场分析师 是这个孙婷坦克 坦克好 请就很安 大家好安 好坦克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盘面当中 电子类股族群再度的热闹滚滚 除了搭上奖架题材的被动援建族群 有相关并购的类多之外 请留意一下 包含了有一些像PCB族群 今天有一些是传出来营运暴喜 包含项目的受惠软板需求增加 蛇云收创下了历史新高 要划过去税后纯益是2.72亿元 月增40%也超越了去年前三季的一个总和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PCB族群环面当中 涨势也还蛮整齐的 不过我问一下坦克了 想要PCB 之前我记得还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才讨论大陆的环保政策 影响到了现场的一个疑虑 结果营收出来相当亮丽 再度又出现了多方式 怎么观察这样的状况呢 对我们看到 其实这一波的话 电子肋骨持续在轮动 今天的话 因为昨天有被动元件相关的利多 今天涨势相对的强劲 但是如同廷娟所说的一样 你会发现 现在盘面上是几个族群 在轮动吸睛的现象 所以说被动元件涨到这里 我们要观察说 有没有可能明后天 明天资金涨太多之后 开始有移出的效应 移到哪里 其实今天盘面上几个族群比较强 第一个像是在网通 第二个就是在所谓的细氢源 第三个部分就是在整个PCB上面 PCB刚平均提到环保的议题 我们来看 其实大陆的话 整个产业政策是在扭转 但是并不是像大家想的 这么样的悲观 我们来看 其实今天媒体上说 入环保 盐监管 台商转股求生 关键在什么地方 就是要转股 你必须本身的产值 本身的产能 要往高质量 高品质 做一个发展 所以其实大陆的环保的作战 是在加速 甚至先前提到的这个停产 是用连坐的方式 原物料轮动 今天的话像台泥 雅泥 都创下一个相对的高档 这里的话我们要回来观察 我们往下看 这一次其实电子 其实也是整个环保议题里面 比较重要的区块 为什么 因为过去整个大陆的 排污许可 就是这一张 排污许可证 在2017年 去年以前都是以传产的为主 今年开始会往整个电子 做一个加速的移动 就是说以后电子业 你要排放相关的污染 不管是空气污染 不管是水污染 都必须要取得许可证 简单来说 这对于新增的厂商业者 会相对的有利 所以这个环节底下 大家知道说 我们往下看 就是说大陆 其实对于环保在整治 但是并不是不要电子这个产业 像PCB刚刚提到的 大陆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品质好 污染少 然后产能效率高 甚至是有附加价值的这种 高质量的PCB产业 就是过去你随便做 应付了事的这种产能 造成污染的产能 我们开始不要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份最新的报告 就是昨天大陆券商发了报告 它说环保现产影变局 推出大陆PCB的厂商 集中度提升 什么意思呢 在相关的PCB产业里面 他跟你说 这个逻辑会变成说 我必须公司要有赚钱 我必须公司要有投资新厂 盖新的产能 因为新产的排水处理都比较好 所以我必须有这样的概念之下 才能在市场中留下来 当我没有办法扩产 我没有办法增加新产能 就会被淘汰 所以说产业集中度提升 就是说留下来的厂商变少 订单集中往几家公司方向 我们举个例子 像大陆的5GPCB的龙头 生意科技 最近入股在整理的时候 它从去年12月底 13.6元涨到多少 最近18.86元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 因为它是5G高频PCB的龙头 它最近新挂牌的 像深蓝电路 也是股价 挂牌之后连续飙出停板 所以大家发现到了没有 就是逻辑上并不是整个PCB都没有机会 而是你必须要有新的产能 新的扩产 甚至是产业前几名的 才会有整个受惠 因为别人单子都没了 就跟刚刚的被动员件一样 落后产能都淘汰了 都不做了之后 拉回来反而优质的PCB会受惠 所以这个逻辑我们要持续做观察 大陆的PCB也开始做一个移动 先前提到的昆山事件 造成什么 其实PCB这几年这些厂商也不是 在大陆等待而已 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调整产能 往所谓的湖北黄石 就是往华中一带做一个移动 为什么我们来看 这是去年10月24号的新闻 湖北日报 它写说黄石按下工业强势快进键 挤升第三大的PCB产区 你会发现吗 就是现在其实不只珠三角 长三角 湖北的黄石已经变成大陆PCB 一个重要的区位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整个PCB开始会往这个 黄石做一个移动 所以这个区块的PCB厂 就非常值得关注 为什么 因为以后产业会往这边 做一个倾斜 因为在长三角跟珠三角 污染真的相对多 所以官方要做诊治 一部分就把产能从沿海地区 移到相对的比较中部的地区 然后要求你 你的新产能必须是有排污的 有相关的水处理系统的 所以这里的话 你整个黄石区的产业会是一个PCB值得观察指标 我们往下看 在这个区块的话有谁 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几年 整个黄石的PCB的聚落加速行程 这个聚落很重要 什么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像台中 新竹的科学园区 就是整个半导体厂都在新竹设厂 之后的南科也是一样 当各个厂商都往聚落行程之后 相关的订单 相关的业者来这边 恰商就很方便 所以这会加速产业的一个移动 像这个是富士电子 另外的话像这个 新兴电子的子公司也在黄石 这个是黄石经济开发区 其中像这个电影 这个6251的电影 它也在黄石相关的新厂要投产 其中我们看到 它是在2017年 就去年7月份造成一个新厂投产 正式投产的现象 这边写得很清楚 这种新的产能 就值得大家最后关注 为什么我们往下看 因为电影其实过去都要知道 它是消费性的一个 相关的PCB的业者 但这几年为了全力发展PCB版 的这个汽车版的部分 开始投资了这个黄石新厂 黄石新厂其实重点是在 去年第四季 第一季的产能开始产出 但重点是在 这个是去年10月份的新闻 这边去年写到说 今年的第二季跟今年的第四季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去年写明年 就变成今年 所以这个逻辑底下 你会变成说 今年的第二季跟第四季 开始会有新的产能开出 就是说整个汽车版的话 会往相关的黄石厂开出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在公司的网站 原本它光电板是摆前面的 现在位置改变了 汽车版变成它首页打进去之后 最先的一个排行榜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版 定位系统的汽车版 车用雷达汽车版 这部分其实就偏向于 比较高的一个技术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观察 它从去年开始 前三季都呈现一个赚钱的状态 值得一提是什么 我们看到它的相关的净值 有15.17元 目前的话股价净值比多少 0.8元 今年的话会有两个产能开出 刚刚看到了第二季跟第四季 所以说配合着整个汽车版的需求增温 然后再加上公司的股价净值比 还不到这个1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种公司今年的转机性 比较值得大家做关注 我们最后来看下面放外资 你会发现很有趣 外资从去年开始 第四季开始站在一个相对的买方 但是怎样 股价没涨到 没错 股价没涨到 外资一直买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观察 是不是外资看只看到 它在汽车版的潜力 开始做一个布局 这个地方其实外资大买 然后股价还没涨到的这种个股 股价净值比较不到1 这后面都可以做持续的追踪 好 非常感谢坦克 我们再来在目前盘面当中的一个 掌握跟观察